HELLO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Channel 今次我開箱分享一下噴筆的座 以及它的碟子 我買了Mr.Hobby 我買了$830 都貴 我想都可以貴 因為它本來是$1500 不如它買到$830 不過算了 香港真的 來貨都貴 算了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比它便宜 Anyway 看看它就是 放兩支噴筆的 然後下面 就可以放你的硬料 油測那些物質 然後在旁邊 就會看到它是 怎樣擺放 如果是有油漆的光 那個位置 是向上的 可以這樣擺放 如果下面是 還在用舊式的款式 就可以這樣擺放 就可以了 這隻它是特別設計 就給它們推出的 PS290 那支噴筆 對 它也特別在後面說了 它的說明書 就已經是教你怎樣裝陷整個架 那些東西 怎樣擺放 然後 它裝陷完了 接著它就駁回它自己品牌的氣泵 就駁回它L5的氣泵 它的設置 大家都看到 在這裏 對 就說回這裏 可以放一些硬料 然後 還可以放一些 氣壓錶 在這裏 好 事不宴遲就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是怎樣的 我順便就組裝給大家看一下 你呀 反正我都要用的 暴力一點點 WTF 原來是磁石式設計的 難怪一點 磁石式設計 咦 開了 我知道通向旁 你以為是在哪裏 不要管太多 拆掉它才說 好 無論如何 用盤子 暴力式的擦 也不錯 質感也不錯 應該沒有錯 是不鏽鋼 這就是不鏽鋼 它在左邊 就已經這樣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 要不要插進去 無論如何 它已經安裝了磁石 在這裏 就可以插進去 插進去 就不會設為動位 也不錯 這個設計 也挺貼心的 那我現在 安裝了這個 插進去 插進去 就這樣 哈哈 幾快 真是 不用一分鐘幾十秒 都可以做的 這東西 這個 特別是 那些 PS 那些 PS 290 他們 Mr.Hoppy 那隻 那我就 跟他 先 啊 哦 底部 要貼上這些 防線膠 那些 這樣就不會走位 那我現在 先把這東西放進去 好了 嘩 幾美 反光 真是 很爽 嘩 嘩 嘩 先把這東西放進去 好 先把這東西放進去 好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那 啊 搞定 然後 可以放些油 哈哈 嘩 放些油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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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好像舊的噴筆 就可以這樣放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這樣 撕下去 剛剛好 瓶子位 下面都可以放到 一樣 幾號 那我不 拿另一支噴筆出來 多謝 謝謝大家 收看 這次的開箱 多謝 拜拜